如果我還是鼓勵這個我還是拜託區公所或者是那個民政課的同仁在下面可以幫忙說明 或者是那個就是民政局跟區公所拜託一下說明一下 好這是第一個然後第二個呢是那個租金的最下方式兩萬四萬這個事情 我們請那個住宅企劃哥等一下做個說明 第三個是針對博德之間訴訟案我請是不是勞駕請社會局附座做一個說明 然後在必要的時候我們都發言局要做個補充好那是不是先從出入所這邊開始 還是好這邊是新區公所我們來代表一下做一下發言 那剛才就是一個小姐有問說是不是說這樣子就設一個零到底是不是要怎麼投入問問 那剛才之前民政局有說過因為其實這個零要不要形成 那其實要看到那個刻板條件是不是那個民主就那個人數跟很多相關的條件的配合 其實那是一個預設性 因為如果到時候如果像有時候我們現在在劃分心理的時候 我們就看到那邊是不是有人數達到的程度才會有做這樣的考慮 那這個部分是一定要等到那個時候才有辦法去做補充 不是說但是現在就是說萬一到時候人口這麼多時候才會在考慮是一個是不是成為調成兩個人 或者是這個部分那我是想說這個現在是做這樣一個簡單的說明話 那才會有所謂的是不是有需要劃測的這個必要 就是橫折緣的每一人都要在頭和尋根 而且是歡迎 谢谢大家